海贼王,霸王色不仅可以缠绕攻击,还可以实现目的伤害。 在海贼王中,霸气是不可缺少的道具之一,目前伟田老师公布出来的有剑文色霸气,武装色霸气和霸王色霸气。 然而在和之国的战斗中,凯多透露出一个惊天秘密,就是霸王色霸气可以像武装色霸气一样,缠绕物体进行攻击。 这一信息公布出来之后,霸王色霸气的热度是一度提升。 其实很多小伙伴都觉得霸王色霸气,对用于清理一些小组小兵比较实用,真正遇到强者,用途仿佛没那么大。 随着凯多爆料霸王色霸气可以缠绕攻击之后,这也使得小伙伴对霸王色霸气产生了好奇。 其实霸王色霸气是非常强大的,如果使用者的能力不同,发挥出来的威力也是有很大的差异的。 下面就一起来分析吧。 霸王色觉醒 贝田老师曾经也说过,并不是哪个人都能拥有霸王色霸气,这要看个人的资质。 如果不具备资质的人,即使通过后期的努力,也无法拥有霸王色。 不过霸王色的觉醒,也是需要一定的契机。 小时候的艾斯,为了解救霸飞,在无意识状态下,使用了霸王色霸气。 这个就是艾斯在无意识下使用的,也可以说,这个时候的艾斯,觉醒了霸王色。 霸飞最初使用霸王色的时候,跟艾斯是差不多的。 霸飞在觉醒霸王色霸气的时候,应该是在女儿岛,为了救下两个侍卫女兵。 从动漫中可以看出,此时的霸飞压根就不知道自己使用了霸王色霸气。 由此可见,霸王色霸气是需要天生的资质,只是刚刚觉醒的时候,自己还不知道如何驾驭而已。 驾驭霸王色霸王色。 对于霸王色觉醒之后,还是需要进行修炼,从而才能驾驭霸王色霸气的。 顶上战争之后,霸飞被带到女儿岛,由原海贼王罗杰的船父雷厉进行受教,对霸飞进行指导。 经历漫长的修炼之后,霸飞掌握了霸王色的使用。 在后期的战斗中,也有体现的。 霸飞在解救罗的时候,抵挡多弗朗宁哥的攻击,两人同时使用了霸王色,也就出现了霸王色霸气的碰撞。 这个时候的霸飞,已经可以驾驭霸王色。 并且从这两人的对战,是小伙伴们对霸王色有了初步的了解。 霸王色可以锁定攻击范围。 霸王色还有一个特殊的技能,就是可以锁定攻击范围,也就是说,如果在某一个范围内,可以只针对某一些人进行攻击,而在范围内没有纳入目标的人,将不会有事。 这样看来,霸王色霸气也太炫了,这技能也太实用了。 小伙伴们应该记得在香坡的群岛的愚人拍卖会上,雷厉就使用了这种锁定攻击范围的霸气,对天龙人以及那些侍卫是进行了攻击,而在里面的草帽异活以及罗他们,还是安然无恙的。 想必达到这种界定的霸王色拥有者,也是修炼到了比较高的境界了。 霸王色的缠绕攻击 对于缠绕攻击,优先会想到武装色霸气,像锁龙前期就使用武装色霸气,缠绕刀身,使得自己的攻击伤害度大大提升。 不过从凯多那里,也得知了,霸王色霸气也可以实现缠绕攻击。 只是想要实现霸王色的缠绕攻击,可能要修到一定的高度,才可以使用霸王色缠绕。 按照凯多这么说的话,霸飞在他的战斗中,应该也使用了霸王色霸气的缠绕攻击。 仔细想想,霸飞在和之国的战斗中,使用霸王色霸气的次数也是比较多的,此时的霸飞掌握霸王色霸气的缠绕攻击,也是符合剧情发展的。 毕竟凯多可是实力强大的四皇的,以现在霸飞的实力来说,想要战胜凯多,估计是非常困难的。 霸飞使用霸王色缠绕攻击凯多,也在某种程度上,提升自己的战力。 霸王色的物理伤害 霸王色还有一种高超的技能,就是物理伤害。这种物理伤害非同寻常,这种属于不用接触到对方,就可以对对方造成伤害。 霸王色的物理伤害 如果达到这种境界的话,也许就可以实现杀人于无形之中。 霸王色的物理伤害 那么香克斯应该就掌握了这个技能。 众所周知,香克斯是海贼王中,对霸王色的开发最深的人物。 他在登上白胡子海贼船时,使用霸气,将船板都给阵列了。 这样的伤害应该就属于物理攻击了,如果这样的攻击用到敌人身上,如果敌人稍微弱一些,可能真的会直接被秒掉。 这样看来,霸王色霸气确实非常厉害,并且也非常实用,锁定目标进行攻击,缠绕攻击,以及霸王色的物理伤害,这简直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技能。 如果对霸王色开发非常深的话,可以很大程度提升自身战力。 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看法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喜欢作品的小伙伴来个一键三连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